新臺灣星光大道 我在談郭台銘助選與否的問題 我們評論以前 我想來插播一下聯合網報最新的 一個細節蠻重要的 另外一段王金平有表態 這個表態蠻重要 因為他推動整個生計條例的 關鍵推手 王金平院長這樣說 宇昌岸 蔡英文帶翁啟會來談生計條例 我細節談一下 我這邊看比較清楚 蔡以傅格魁身份 與翁啟會陳建仁一起將生計條例交給我 我來引述因為字太小了 我來引述一下 這很關鍵 對蔡英文自己寧定一個生計發展條例 有沒有利益迴避的問題呢 記者問王院長 王金平則說沒有這回事罷 但他要說了 但是立法通過後如何運用生計條例 那是每家公司個人的事情 至於蔡英文在其他程序 有沒有發生問題 我不知道 也看不懂 我無法做評論 有點像薩格奇的發言人 後續的發展 他無可控告 重點就是說 當初啊 蔡有帶翁來談生計條例 第二點他認為沒有利益迴避問題 他的認述 但後續的發展 怎麼樣 他不做評論 他看不懂 這個 之前呢 他去帶翁起會去談生計條例的時候 他公文已經批了 那王金平講的是什麼廢話 2月跟6月分不清楚嗎 他沒有談之前 我是把他引述 那你談之後嘛 我補充之前 他公文都簽了 準備沒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那可以 我們可以再提出質疑 好意思講 那我們再提出質疑 這種議長你就閉嘴嘛 藍軍都懶得去講你了 你還跳出來幫蔡英文講 你有毛病啊 立法院都修會了 他有幫蔡英文講話嗎 沒有喔 這樣不是幫蔡英文講話 他講沒有 我覺得王院長講的那個過程 就是要你自己去解讀 他沒有要做壞人 不過他也沒有要做好人 誰是壞人 誰要做壞人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是奔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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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做壞人 我想 郭英文是說 那之前立法之前有沒有 立法之前 蔡英文已經跟何美越 那邊東搞西搞 胡搞亂搞了嘛 那不是王院一定有事啊 我有說王院長的事情嘛 那你為什麼要出來 幫蔡英文講話呢 怎麼會沒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好我再引述一次啦 王院長是說 有沒有利益迴避 他說沒有這回事吧 他回應記者的 然後立法之後 我不知道 也看不懂 無法做評論 但之前 我們大家可以質疑 這是不負責任的 主推的這個法 而且他立法的過程中間 是非常短 幾乎沒有經過任何討論 好我們按照這個 還是光景你先評論這個事 好不好 其實王金平剛開始 記者問他 他說你們看呢 你們自己去研究啊 你們去看 我覺得這個定位還可以 可是他現在的那個解讀是說 已經下定論 我是覺得我贊成輝文講法 他好像幫那個 蔡英文做開脫了 他認為他的定論是說 他沒有這個利益迴避的問題 就是說他有嚴守奮祭喔 那我覺得他大可 這個王金平大給跳出來 因為他不等於蔡英文嘛 王金平是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大家共同來推動生技 這個科技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條例 需要一個法案 我覺得這個他的制高點啦 他跟這個蔡英文這個 我們談的這個角色問題 沒有關聯性 他大可不必定位蔡英文嘛 剛剛我們講到說這本書裡面 其實那個時間點喔 的確是在蔡英文當副格魁的時候 他就開始推動 而且他自誇說 他自己你那個草案嘛 他自己叫你草案了 而且裡面最令我震驚的是 他們最近常常拿就是說 哎呀我不知道 要那個要辭那個內閣喔 就是那個蘇貞燦會辭 我說這不合邏輯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那你就一路坐下來 從副院長一路這樣坐下來囉 因為他副院長那個位置 已經開始在推動了 他應該倒過來講 應該說我知道 我快要卸任了 所以我是不是卸任以後 我來開始做這個事情 才比較合邏輯嘛 那這個東西我是覺得 這個王金平這個定位 實在是對藍軍沒有幫助 啊至於講到郭董 郭台銘喔 我覺得他這個作為 我覺得以前從來沒看過 以前那個大企業的集團的老闆 頂多私底下壓寶 有時候兩邊壓三邊壓 可是呢你要讓他出面的時候 開個記者會有表態是可以的 像馬英九跟郭台銘這樣排排站 可是你要弄到他去跑場 而且先前有兌現承諾 就高雄軟體園區 到最後還要包機動員 這個是郭董第一次創下的一個首例啦 以前沒有過 那大家看到是在幫延期 不要幫李敏昆 幫誰誰誰幫立委 我看到他用很大的力 在幫馬英九 那尤其是包機動員 他在大陸有相當多的台積員工 所以如果有實際 而且他要包兩天好幾架包機 那那個動員是強力動員的 那我覺得在實質上 實質上是有送票到櫃 他有做到這個地步 所以我覺得他請盡全力在幫馬英九 或許他也預示到 馬英九這次有危機感 我們休息一下 我等一下會公平到他 包括運鵬跟會員討論 那就是有關王院長的回應 跟這個郭台銘問題 等一下會安會的討論 謝謝